聖宗的律師 一開始的時候 他是正式 然後結束的時候我們出來聖宗 就是提醒我們他人的一個 一個辦法 然後 那如果說 大家如果是老師或建設廠會 我建議說 就是在 查出使用上 就是可以準備一個小生計 那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說 日本他們常會會 客人會自行準備一個小生計 他就幫你 然後要使用的時候就是這樣 這樣子 然後像我們剛剛在使用茶椅 就是很多菜在茶椅的時候 就是這樣從點心盤 我炸起來直接這樣做 那像大家 欸可能這個小姐 茶椅很容易吃喔 那最後我要離開的時候 不可能這樣直接再出去 這樣子很失禮 那最後也是用筷子 然後包起來 然後 包起來之後呢 放在這一個塊 然後這樣子 跟主人說 謝謝歐洲 就這樣看 這是一個小小的細節 那就是說 那那種台灣人 是不會 學生是帶這一個人 他是建設大家可以帶一個手巾 或者是手巾 那一樣可以是擺在包包裡面 然後 像 我們喝完茶吧 比如說 有些呢 他們可以用手巾擦一下 那懷起的時候可以 擦完之後呢 喝完茶的時候可以用盤子 一箱擦一下 這樣子 那盤子很一樣 我們自己帶著 會留在現場 當我們主人說 因為這個也是 對主人也是很心理的事情 有很多地方 都可以看到 之前原來的 先去找工作 不在一旅堂 這個地方 十分之間 吃了 這個是